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19日表决通过《尊重婚姻法案》 旨在保障同性婚姻 该法案修改美国联邦婚姻条例 确保如果两人之间的婚姻在缔结婚姻的地方有效 则他们应该在美国任何地方被视为已婚 不论当地是否有地方法律不承认该类型婚姻 目前因为同性婚姻在全美都合法 该法案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或意义 但如若最高法院即推翻多胎权后再推翻同性婚姻权 该法案可以确保所有已婚的同性伴侣不受影响 未婚的可前往保护同性婚姻的州结婚 美国参议院7月20日投票初步通过了芯片法案 该法案旨在强化美国本土的芯片工厂建设 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具体措施包括520亿美元的补贴和投资税收底面 该法案是美国两党在多方面展开合作的体现 考虑到了从国家安全到经济等多方面的利益 本周早些时候有报道称 此法案主要对英特尔、德州仪器和美观科技等芯片制造商有利 而AMD、高通和英伟达等芯片设计商则不会获得直接好处 加州全保Covered California 7月19日宣布 明年通过加州市场销售的医疗保险计划的保费将平均增加6% 这次保费提高幅度是加州自201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在过去三年中保险公司将平均涨幅控制在2%以下 当保费增加时对个人的经济援助通常也会增加 援助是以家庭收入为基础的 因此补贴可能会抵消部分增长 但那些没有资格获得补贴的人将承担这次保费上涨的全部成本 今年7月以来全球似乎进入炎热模式 欧洲多国高温天气持续 英国西班牙等国面临罕见热浪与火海考验 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各国的交通乃至民众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 7月19日英国伦敦西斯罗机场气温高达40.2摄氏度 这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一次气温突破40摄氏度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国家紧急状态警报 地铁、火车等运输系统被迫降速减半 以防轨道因高温变形发生危险 并建议民众非必要不出门 而在过去一周 英国持续的热浪已经造成至少14人因为高温中暑 或者遭遇冷水刺激性昏厥等情况死亡 不仅是在英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截至16日的一周内 高温造成西班牙659人死亡 在截至16日的一周内 高温造成葡萄牙659人死亡 西班牙510人因高温丧生 目前两国死亡人数总和已经超过了1100人 7月19日 中国天津市北陈区天幕镇欢延里小区三号楼六门一居民家中 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造成该楼门楼体4至6层部分受损 有群众受伤和被困 经全力救援处置 被困人员均已救出 现场搜救工作已全部结束 事故造成13人受伤 4人死亡 现场救援结束后 相关部门及属地重点围绕抢修保供 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开展工作 有关部门正对受损楼体安全进行评估鉴定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目前市区两级已组织应急 消防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事故原因开展全面深入调查